咱们今天呢来说一个特别特别狗血的案子啊 2013年8月31号一大早上 吉林省通渝县团结乡的老张啊就跟平时一样 赶着自己家的20多只羊到山里边去吃草去 这羊呢这都卷了一晚上了 他大早上起来他饿呀 所以啊吃的那可欢了啊 你一口我一口 可是还没走多远呢 老张就发现这公路边上不太对 怎么呢 一大清早啊 这路边竟然有一辆烧得面目全非的车 老张啊赶紧往前走了几步 仔细这么一看 驾驶座旁边有那么一段黑漆漆的东西 是什么呢 老张啊就在那看 哎呀这这这这这是人吧 这是啊 这一下子可把他惊出一身冷汗 还冒着烟呢呀 老张啊赶紧报了警了 很快通渝县公安局刑警大队的民警就来到了现场 看这车副驾驶那应该是一个人 但是呢也不敢确定 为什么呀都已经被烧成碳了这都快 看着呀又像人又像是什么动物的尸体 你要说人好歹你得长了一米多吧啊 可是你再看这一截也就还几十公分 几乎已经全部叹化了 这案发地点呢就位于通渝县团结乡通往新发乡的一条乡村土路上 通过案发现场的照片啊 咱们也能够看出来 这辆面包车呢当时就停在了马路边上 前轮啊几乎是一种悬空的状态 差点就要冲下路机了 难道这是交通事故引发的火灾吗 可是现场转了一圈又一圈 侦察员感觉可能性不大 为什么呢 在现场啊没有发现任何车辆撞击的痕迹 那么会是车辆自燃引发的火灾吗 这可能性也不大 车辆自燃它肯定是先冒烟是吧 再有火 这火呢也是小火变大火 你不可能一下子呼啦吵吵就烧起来了 那么在这个自燃的过程之中 驾驶员你是有足够的时间把车门打开逃跑的呀 你不至于让自己在车里边烧成了一件炭了呀 那么真相到底是什么呢 民警呢继续仔细的勘察现场 发现这辆车呀 油箱盖是打开的 并且在不远处的地上 还有一个打火机 嘿 看到这些警方就判断 这绝对不是意外事件了 接下来啊 随着调查的深入 一个让人瞠目结舌的真相逐渐呈现出来 现场勘察过程之中 法医对尸体进行了初步的判断 认为死者应该是一名男性 但是说实话都已经烧成碳了 有价值的信息呀 太少了 一把火把全部的证据都烧毁了 你要是正常的杀人现场 我去提取指纹 我是提取什么其他物证 在这儿你什么都烧光了呀 哪怕认定尸源都很费劲 做DNA都没那么容易 随着尸检的进行 警方啊终于有了重大的发现 为什么呢 死者颅骨有一道裂痕 为什么会有裂痕 你要是被烧死的 你不可能把脑袋给烧裂了吧 你只能给它烧化了 再一个呢 就是如果人啊 是在这种火场丧生的 活着的时候这火就点燃了 那么肯定有呼吸吧 既然有呼吸 你喉咙啊肺部啊 一定有烟尘有杂质 但是啊 把这尸体经过技术处理之后 别看外边烧成了一具焦炭 但是里边的呼吸道可干净了 一点灰都没有 说明这个人呢 应该是死后被焚烧的 那么这个人到底是谁呢 警方这时候啊 就在这车上一点一点找呗 看有没有什么留下来的一流物品呢 能够确认死者身份的 这时候突然就发现 距离案发现场不远的地方 一个女人弯拉大哭啊 那么这个哭的女人是谁呢 她叫李颖 是团结乡幸福村的村民 她说了 车里那个死去的男的 可能是我的丈夫周三伟 要不人家说老夫老妻啊 这家伙都烧成炭了 都能认出来啊 不是 不是认出来尸体了 而是认出来这辆车了 民警当时也问她 这车都烧成这模样了 你怎么就认定 这车是你们家的呢 李颖就说了 你看 这车那车牌号 阴隐约约还能看见呢 我家车牌号是GGH8293 你看这差不多呀 字迹虽然是模糊了 但是你仔细辨认呢 哎 还真应该是那个号码 民警赶紧就问李颖 那你丈夫周三伟怎么回事啊 三伟啊 昨天晚上离开家之后 我就一直联系不上他 我和家人呢 都找了他大半天了 后来就听人说 这附近有辆烧毁的面包车 我一想三伟是开车出去的呀 我就赶过来了 不过呀 李颖仅仅凭借这些 就说死者是周三伟 那还不能够确定 办案你得讲究铁证如山 你得有证据 警方呢 迅速采集了DNA的样本 来进行鉴定 尽管说烧成探了 这DNA不好采集 但是啊 经过千难万险吧 还是鉴定出来了 证实死者就是周三伟 这时候啊 李颖心里边是一点念想也没有了 三伟确实是死了 李颖表现得极其的悲痛 他说了 我怎么也想不到啊 三伟出门这就半天 怎么 怎么就成了这样了呀 我也想不通啊 谁对三伟下这么狠的毒手啊 那么既然对周三伟下这么狠的毒手 肯定是有什么深仇大恨的 对吧 那就走访了解吧 看看周三伟有没有什么有矛盾的仇家啊 这一走访啊 村民们哪都说了 说三伟这人好啊 啊 人特好 呃 就是脾气有点酱 但是啊 特别老实 特别内向 做人很本分 说谁家有什么事让他帮忙啊 那也没问题 可热心茬了 虽然其貌不扬 身高不到一米七 但是呢 很无实 平时就是踏踏实实的干活 默默无闻的过好自己的小日子 所以跟外界没有什么矛盾 更甭提什么深仇大恨了 那这周三伟人员这么好 怎么就死这了呢 死谁手里的呢 案发之前 他到底遭遇了什么事情呢 这事啊 还得问李颖 据李颖回忆说 昨天晚上八点左右 我们家吃完饭呀 三伟就上床睡觉了 呃 后来呢 我也睡了 也不知道睡到什么时候 我突然呢 就让三伟给叫醒了 三伟就跟我说 自己呢 得出去出趟车 因为三伟啊 经常开车给人拉货 我就也没在意 因为平时也有神经半夜出去拉货的时候 当时我又困得迷迷噔噔的 我呀 就又睡着了 三伟出门之后 我这一觉睡到了大天明 天亮以后啊 我妈给我打了个电话 说让三伟呢 去县城帮着买点东西 我这才发现 三伟这一宿都没回来 李颖说的这个情况 对办案民警来说 极其的重要 警方啊 在走访调查之中 还得到了一个消息 周三伟出门之后两个多小时 当地有两个洋贩子赶夜路啊 洋贩子就是买洋卖洋的 见着周三伟了 其实啊 是不是见着周三伟 不知道啊 反正是晚上两点半多钟 这俩洋贩子呢 路过现场 就发现那辆面包车呀 刚要着火 从车的驾驶室里边呢 从里往外边着火 当时俩洋贩子也下构架 也没仔细看 赶紧就走了 这也就是说什么呢 周三伟是半夜十二点左右 被叫出门的 凌晨两点半左右 就被焚尸灭绩了 那么综合这两点来看 那个大半夜叫他出去拉活的人 很可能就是本案的凶手 那么这个人到底是谁呢 他为什么要处心积虑的设计这么一个圈套 要杀死周三伟呢 根据这些警方也推断 这应该是熟人作案 为什么这么分析啊 第一点 深经半夜的出去拉活 这要不是熟人叫出去 要是陌生人 不一定敢 最重要的是第二点 只有熟人杀了人之后才想方设法 毁尸灭迹 掩盖作案的痕迹 这要是陌生人 你说三千公里五千公里外边过来的 做完案之后 可能直接就走了 我以后再也不来这了 你们谁也不认识我 为了摸清楚周三伟当天晚上的活动轨迹 警方呢 就迅速部署了更大范围的走访摸牌 这次搜索呀 也可以说是大海捞针呢 从周三伟家开始 到抛车焚尸的那个地点 这一路上啊 挨家挨户的进行走访 看谁家有监控录像 一针一针的在那一点一点比对 同时也对过往的各种车辆 一辆也不放过挨个进行查询 正当警方苦苦的寻找 那个叫周三伟的雇主的时候 在案发现场不远的团结乡政府所在地那 有一个叫李平平的女人 正因为跟丈夫闹别扭 在那苦恼的都不行了 李平平说呀 前段时间呢 自己因为跟丈夫吵架 一直带孩子住娘家呢 今天呢 他借着到乡里看病的机会 本来啊 想叫在乡里边包工程的丈夫回家 借此缓和两个人的关系啊 就互相给个台阶 这也就过去了 床头吵架床尾和嘛 可哪知道好说歹说 丈夫就是不愿意回去 无奈之下 李平平呢 只好又自己回到娘家 不过这事啊 他也没太在意 他就想着 今天不消气 你明天就消了 明天再不消 过两天也消了 可让他没想到的是 几天之后 听到一个惊人的消息 自己的丈夫啊 还没回家呢 竟然被警察给抓走了 为什么呢 原因就是涉嫌杀害周三伟 这个消息对于李平平来说 那是晴天光光砸大雷啊 晴天霹雳 不仅李平平不信 同村的村民们听到这消息 也不信 不可能 世心不会杀三伟的 为什么呀 这世心呢和周三伟啊 关系非同一般 俩人是什么关系呢 莲金 莲金这是北方的称呼啊 给南方的朋友们科普一下吧 什么叫莲金呢 这俩男的 他们的老婆是姐妹 那么这两个男人的关系 就叫莲金 明白了吧 李颖是姐姐 李平平是妹妹 周三伟是姐夫 张世心是妹夫 那这妹夫 你无缘无故的 你杀姐夫干什么呀 张世心被捕之后啊 很快就承认了 正是自己当天晚上 借拉货 把这周三伟就约出来了 进而把周三伟杀害 并且焚尸 8月31号凌晨的时候啊 按照他们俩事先约定的时间 张世心呢 就来到了姐夫周三伟家里边 俩人开上车 就往通渝县城开了过去 上车之后 张世心呢 就坐在副驾驶座位上 不一会儿啊 就打起盹来了 但是啊 过了不久 他就觉得有点不对劲 这车呀 可能走的这路 也不是特别好 摇摇晃晃的 张世心呢 就被晃得醒了 他也是有那起床器的人 这一醒啊 心里边有点不痛快 就责怪了周三伟几句 这车怎么开的呀 这叫都睡不着 但让他没想到的是 平时特别老实的周三伟 这回啊 毫不客气 跟他就吵了几句 这让张世心更为恼火 在争吵之中 张世心头脑一热 随口就冒出来一句话 你给我媳妇发短信了呢 是吧 周三伟这时候也说 你也给我媳妇发短信了 张世心怎么也想不到 就是这句脱口而出的牢骚 哎呦 这次普通的伴嘴 一下子可就升级了 周三伟理直气壮的回应 让张世心心里头的火 噪冷 一下子可就窜起来了 外人不知道的是 因为姐夫周三伟和自己 妻子之间频繁的发短信往来 张世心呢 已经是心里交瘁了 那么周三伟和张世心的妻子 李平平是怎么回事呢 在此前一年呢 李平平怀孕了 张世心呢 就发现李平平和周三伟之间 短信不断 照理说一家人之间发发短信 本来也没什么 但是让张世心生气的是啊 自从结婚之后 妻子一直喜欢和别的男人 聊天交往 而现在竟然姐夫周三伟 也是其中一个 因为张世心呢 是在外边承包工程 常年在外不在家 那么一个人在家里的妻子啊 就总感觉受到冷落了 于是夫妻俩呢 这关系处的不怎么样 一个呀 就抱怨对方对自己不管不顾 另一个呢 就责怪对方和陌生的男人联系 就在这种不断的冷战之中 俩人关系是越来越冷淡 张世心说 李平平怀孕之后 张世心就琢磨着 是不是就安分点了呀 可万万没想到 不仅不安分 并且呀 还不安分到了姐夫头上了 在他看来 如果说你跟陌生的网友 这辈子见不着面的 聊聊天也就算了 你竟然和现实之中一强之隔的姐夫 这么频繁的联系 他忍不了 一言不合 夫妻俩又大吵一架 最终李平平带着孩子跑回了娘家 所以在这面包车上 张世心是越想越气 俩人在车上啊 就不停的吵 本来一肚子怨气的张世心 看见姐夫周三伟满不在乎的这种态度 更生气了 没等车停稳当 伸出拳头 可就打了出去 这一动手可就不一样了呀 这两个男人之间的冲突 这是一下子就升级了 张世心呢 这时候抄起来一块石头 连续的击打周三伟的后脑勺 各位想 人的脑袋能有多硬啊 你不扛石头打呀 打了这么几下子 周三伟可就动弹不了了 张世心一看 哎呦杀了人了 就打算点把大火 掩饰所有的罪恶 这是张世心的交代 确实啊 乍一听上去无懈可击 合情合理 但是民警发现了一个重要的细节 什么细节呢 张世心和周三伟争吵的过程之中 咱们不说了吗 张世心跟周三伟说 你给我老婆发短信 周三伟也跟张世心说 你也给我老婆发短信 哎 那么张世心给周三伟的老婆 李颖发短信 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随着警方的进一步调查 真相啊 很快就浮出水面了 就在张世心被捕的同时 周三伟的妻子李颖 也作为重要犯罪嫌疑人 被警方抓获归案 警方就怀疑 这个女人跟这起案子 也有着密切的联系 后来在警方啊 搜查张世心家和李颖家的时候 发现了一张关键的纸条 这是张世心写给李颖的 张世心自己都没想到 这么快这纸条就让警方给看见了 纸条上怎么写的呢 张世心写的呀 我可想你了 好难受 我天天想家里不管怎么样 我都不管了 公安要是查到你 你可什么都别说啊 那么这纸条什么意思呢 怎么还公安查到你 什么都别说呢 在这案子里 李颖到底扮演了什么角色呢 案发之后啊 当时在对李颖进行询问的时候 警方就注意到李颖不对劲 李颖在刚发现这面包车的时候 在那哭天抢地啊 但是啊 脸上那眼泪啊 不太能配得上那震天响的声音 是吧 声音哇啦啦 可是你再看脸上吧 眼泪没多少 后来在谈话的时候呢 哎明显呢 李颖脸上没那么痛苦了 正常来说 自己爱人被杀了 肯定得痛苦吧 你得痛哭流涕吧 周三伟的父母呢 也跟警方说 儿子和儿媳妇啊 关系并不好 甚至都要到离婚的地步了 据此 警方对李颖展开了仔细调查 9月4号的时候 侦察员发现了一条重要线索 在村里小卖部啊 查到了电话的充值记录 李颖呢 同时给两个号码充过值 其中有一个尾号是720 这个细节呢 引起了警方的注意 因为李颖一直说的是 自己只有一个电话号码 隐瞒了这个尾号720的号码 顺着这个电话 侦察员呢 又发现了一些信息 案发那天晚上两点左右 这个电话号码啊 发过短信 三点多钟 四点多钟 五点多钟和七点多钟 都跟一个别的号码通过电话 通话的时间有那么一两回 还特别长 根据这些就能够推断出来 李颖之前在回答警方问询的时候 一直在撒谎 被捕之后 李颖承认 案发之后那天夜里 多次和自己联系的正是张世新 李颖说呀 自己和张世新的这种不伦的恋情吧 这种交往吧 开始于2012年年初 他说回忆这一年多的交往 他感觉很幸福 两个人无话不谈是真爱 可是让李颖绝望的是 自己和张世新的这份爱情 只能无果而终啊 因为张世新那儿毕竟有自己的妹妹李萍萍 而自己这儿呢 毕竟有张世新的姐夫周三伟 双方各自的家庭就横在面前 但是每次想到自己丈夫周三伟 李颖呢 就不甘心 从结婚开始 他就没喜欢过周三伟 可当时啊 这都是父母的意思 让嫁了就嫁了呗 他呢 也不能违背 看着老师的丈夫 李颖啊 就总会想起自己那个懂得浪漫 懂得逗自己开心的初恋男友 可是在李颖父母看来 农村人最要紧的是踏实过日子 你肯干活 勤肯 唱歌谈吉他的 那叫不务正业 于是果断干预 就断绝了女儿和这个男孩的交往 把女儿就许配给了周三伟 正是因为有这些事吧 结婚之后啊 李颖对丈夫也好 对公婆也好 心里边一直就有一个结 每次想到曾经的初恋 他就感觉后悔 我当年呢 就应该更加的坚定一点 而随着妹妹的结婚 这种感觉就更强烈 为什么呀 他见到妹夫的第一眼 就喜欢上妹夫了 张世新年轻 长得呢 也比周三伟帅气多了 又能赚钱 能力很强 哎 很浪漫挺会生活 他就感觉 怎么妹妹那么幸福呢 李颖和这李平平 这两家人呢 挨着住 这就给了他和张世新 接触的机会 有意无意的吧 俩人的越走越近 最终啊 还是睡到一块去了 李颖和张世新的这种关系 很快也被周三伟发现了 李颖没想到 周三伟表面上沉默 心里边啊 这怒火不停的在累积 你放谁身上 这也受不了啊 2013年8月30号中午11点 张世新呢 又接到了李颖发的短信 这一天天的 李颖跟张世新 短信不断啊 结果这回发短信 都让周三伟给看见了 那天晚上 张世新呢 找了一拉货的活 正好俩人出去之后 周三伟这心里的火啊 已经是忍无可忍了 不提还好 这一提 这俩人心里边都寸着火呢 一下子可就不可收拾了 后来李颖也说呀 因为自己曾经有过一段 美好的爱情 但是最终被自己和周三伟的婚姻 给毁掉了 所以他是怀着一种 报复的心态啊 要重新追求幸福 我就要毁掉这个家 在他眼里 精明能干有本事的张世新 比自己的丈夫周三伟 好得多得多 但是他就在这种 所谓追求幸福的过程之中 突破了伦理的底线 终于还是玩火自焚 我为什么说这案子 是狗血狗血到了极致的啊 就因为姐姐和妹夫不清不楚 姐夫跟妹妹也不清不楚 这个事件里的每一个当事人 其实心里边啊 都有着一些不应该存在的欲望 不应该存在的这种伦理关系 但是呢 他们又都没有把握住 自己又都不能容忍自己的另一半 对自己的不忠 这才导致了最终的悲剧 之前老欧曾经给大家讲过 几起高学历的杀人致死的案件 有化学博士 复婚无望当街杀人的张春阳 有北大高材生 复仇血剑研究院的王远芳 还有北大学子 横刀向有的安然等等 今天给大家讲的这些案件 跟这些案件也有相似之处 那就是犯罪者都是具有很高的学历 并且都残忍的拿起尖刀 刺向了至亲至尽的人 1998年7月 25岁的河北青年陈文忠 从北京的一所名牌大学 计算机专业毕业以后 义无反顾的留在了北京找工作 陈文忠的老家 在河北张家口市的农村 父亲早逝 母亲和三个姐姐 勉强的供他读完了大学 北京的四年大学生活 让陈文忠迷恋上了这个国际大都市 毕业以后 他就下定了决心 一定要在北京成家立业 因为在校的时候成绩优异 而且多次的社会实践的经验 陈文忠很顺利的 就被北京的一家 外资的网络公司给录用了 成为了一名电脑工程师 试用期过了以后 当时他的月薪就已经高达八千多元 成为了国贸写字楼中 一个年轻帅气的白领 他寻思在北京奋斗他几年之后 再努力把户口迁入到北京 他在网络公司工作不久 当同事们得知到这陈文忠还是单身艺人的时候 很多热心的人就为他牵线打桥 可是当他们介绍的一些北京女孩 得知到陈文忠是来自河北农村的时候 而且家里负担很重 就都很快没有了下问 在2000年的春天 陈文忠经过朋友介绍 认识了北京女孩刘诗玲 刘诗玲和陈文忠的年龄相当 她的父母原来都是海淀区的菜农 因为北京市扩建征地 他们的全家就成了城镇居满 拥有了北京市户口 刘诗玲是家中的独生女儿 大专毕业以后 在海淀区一家服装公司当会计 月收入只有2000元左右 初次见面以后 陈文忠对长相清丽 性格温柔的刘诗玲 感觉还很不错 但是为了不重蹈以前的覆辙 她就如实地说出了自己的家境 刘诗玲的心底里 也认定了意表人才的陈文忠 又看见她如此的诚实厚道 便很快地就安排父母 和她一起见面吃饭 在席间 面对刘家父母审视的目光 陈文忠表现得不卑不亢 有理有结 刘家父母对她的印象还不错 也没对她来自农村这一事实提出意义 由此她和刘诗玲迅速地就确立了恋爱关系 陈文忠有所不知的是 刘诗玲的母亲王敏琴 对于女儿此前的恋爱 曾经参与过多次 因为王敏琴认为 自己和老伴没有正式工作 将来肯定是还得要靠女儿女婿养老 所以不仅要为女儿找个能赚钱的老公 最重要的是要招个听话的上门女婿 而来自农村 收入高 而且预表人才的陈文忠 无疑是个比较合适的人选 刘诗玲从小就是一个本分听话的孩子 御室呢 也就都由父母做主 其实在认识陈文忠之前 刘诗玲曾经跟大专时候的同学 王鲁热恋了很久 王鲁的父母 都是下岗多年的北京式普通工人 他毕业以后 到了一个事业单位 当了一个小办事员 月薪呢 也不到2000元 王敏琴自然是不肯把女儿嫁给他 于是他就果断粗暴地 拆散了女儿的这段恋情 刘诗玲虽然当时也是寻死觅活的 但是最终还是没有拗过母亲 当王鲁得知到刘诗玲 最终找了陈文忠的时候 曾经愤恨地对他说道 你去找你的小白领吧 我倒要看看将来是谁混得好 刘诗玲当时以为王鲁 只是说说气话而已 没想到不久以后 王鲁真的就从单位辞职了 和别人合伙 一起开了一家公司 此后他就远离了刘诗玲的生活 2000年10月1日 在王敏琴的催促下 认识不到半年的刘诗玲和陈文忠 就结婚了 结婚以后 王敏琴以省钱为由 就让陈文忠退掉了 他在朝阳区里的出租屋 和女儿一起到海淀区 他们那套三十一厅的住房里 这样一来 陈文忠上班一个来回就要三个多小时 但是考虑到岳母的好意 他也就没有提出异议 同时 陈文忠认为 自己在北京人生地书 婚后岳母一家人就是自己的亲人了 所以他就按照岳母的意见 将财权交给了妻子 自己只留一点点的零用钱 刘诗玲从小就依赖父母 如今丈夫拿回来的钱 他就悉数地存到了母亲的存折上 当陈文忠弄明白了这一点以后 心里很不舒服 他就对妻子说 咱们按岳交付生活费就行了 没必要把钱都存在一起 如果这样的话 恐怕会引起一些矛盾 刘诗玲就把丈夫的意见告知了母亲 王敏琴对女婿的意见 那不以为然 多次的对小两口表白说 我和你爸都是上了年纪的人了 以后这个家 所有的财产不就是你们的吗 还分什么你的我的 我帮你们把钱存着 还不是怕你们乱花了 陈文忠见岳母这么说 也就不好再坚持经济分开了 作为工作在CBD商圈的白领阶层 他有不少应酬 而国贸一代的消费水平也都比较高 这样一来 他的零用钱一般只能是支撑一个星期 有时候请上一次课 这兜里就见底了 这个所谓的毛病就被岳母发现了 他让女儿控制一下陈文忠的花销 此后刘诗玲就比较留意陈文忠的口袋 见他兜里钱多了就拿出来 少了呢就给补上 一般就只保持在500元左右 刚开始陈文忠还觉得啊 这妻子是在关心自己 感觉省心又满意 可是慢慢的这刘诗玲对金钱上的控制 让他捉襟见肘的时候 他私下里找他要钱 可没有想到 妻子在岳母的指示下 不仅埋怨他一番 还把他的零用钱降到了200元 这让陈文忠心里十分的窝火 因为置身于别人家的无言下 他也就只好是忍了下来 新婚的甜蜜很快的就过去了 日常琐事便成了生活的主要内容 陈文忠很快的就发现 这上门女婿的处境不是那么简单 在这个家庭里 岳母是一个叙叙叨叨的女人 刘诗玲呢 独立生活的能力也很差 凡事都得听父母的 王敏勤世事过问的一些精明做派 虽然让陈文忠看不惯 但是为了家庭的安宁 他也不好再多说什么 除此之外 陈文忠的一些生活习惯 成了岳母隔三差五数落的内容 他因为长期在农村长大 说话直来直去 脾气也比较急躁 为此 王敏勤总是批评陈文忠 坐没坐下 站没站下 而陈文忠和刘诗玲 偶尔也争辩两句 王敏勤也是一味的 偏向着自己的女儿 这让陈文忠觉得 自己在刘家 这不是敌人一等吧 那不满和矛盾 就开始种下了根 2000年的年底 刘诗玲怀孕了 在母亲的游说一下 刘诗玲干脆就搬到了母亲的房间里 以保护胎儿为由 和陈文忠开始分居 这让陈文忠还是痛苦 有很多次 陈文忠想跟妻子亲热一下 但在岳母的面前又欲言又止 一种失落的感觉 便萦绕在她的心头 2001年9月 他们的儿子出生了 这一下 王敏勤老两口是乐坏了 尤其是王敏勤觉得 现在老刘家 也有了延续血脉的香火 他就自作主张的 让孩子姓刘 这争吵 就不可避免的开始了 陈文忠认为 儿子姓陈 那是天经地义 可是王敏勤觉得 陈文忠太封建了 孩子跟谁姓儿 都是他们的孩子 索性 那你就不如姓刘 陈文忠就愤懑地质问岳母 凭什么要说她封建 其实岳母比她更封建 而岳母的还击 更是让她怒不可遏 说陈文忠就是他们家的上门女婿 她已经就是刘家的人了 所以孩子就必须得姓刘 此时的刘诗玲还在坐月子 陈文忠毕竟是受过高等教育 觉得和岳母应来 搞得家里鸡选不宁 那会影响妻子身体 当务之急就是尽快地在城里 另觅住处 带着妻儿住过去 这样孩子的事就可以由他做主了 此后 陈文忠就暗地里在北京四处看房子 寻找合适的楼盘 此时妻子已经给孩子上了户口 孩子的户口本上定名为刘凯旋 陈文忠也寻刺 等把房子的事搞定以后 他就把妻子的户口迁到新房这边来 到时候他就有机会改掉孩子的姓了 不过他万万不敢把孩子的真名 告诉远在河北的母亲 直到在电话里说 孩子名叫陈凯旋 那天挂断了母亲的电话 陈文忠呆呆地看着办公室玻璃木墙外 大北京熙熙攘攘的车流 突然就泪流满面 他也不明白 自己为何沦落到如此窝囊的境地 2002年的春节 陈文忠想把已经满了周岁的孩子 带回老家过四年 没想到他刚流露出这个意思 岳母就很严肃地给拒绝了 并且说他把照顾孩子看得太简单了 河北农村条件那么差 不要说暖气了 连自来水都没有 天寒地冻的 万一孩子生病了怎么办 刘诗玲听闻了母亲的分析 也很赞同 当年春节 截然一身的陈文忠 值得带了几张孩子的照片 回到了老家 看着母亲每晚睡觉前 都在昏暗的灯光下 偷偷抚摸孩子的照片 有时还面带感伤的喃喃自语 陈文忠禁不住是满心的酸涩 在临回北京前 母亲特地熬了几个通宵 给孙子纳了两双虎头棉布鞋 还在虎头鞋上绣了尘子 没想到几天以后 当陈文忠满心欢喜地 给孩子换上虎头鞋时 要给孩子照几张 像给母亲寄去的时候 岳母是一脸的不高兴 等到照片刚拍完 母亲就忙不爹地 把虎头鞋给换了下来 陈文忠当时也没有多想 可他此后 再也没有见到孩子穿过 有一次 他特意地问妻子这件事 妻子告诉他说 妈妈说 现在哪有孩子穿这样老土的鞋 早就把鞋送人了 陈文忠当时气愤难当 他年迈的母亲为了绣这些鞋 手都扎破了几次 岳母怎么就能这样 对待母亲的心血呢 2002年3月 陈文忠在北京北五环 寻到了一处120多平米的漆房 于是就对妻子提出了买房子的事 刘士林想着丈夫每天来回的奔波也十分的辛苦 更重要的是为了孩子将来的教育着想 他很快的就同意了 那天晚上他就把这件事告诉了母亲 王敏秦得知以后 竟然主动的提出赞助他们五万元交首付款 王敏秦还让女儿转告陈文忠 既然女婿在孩子的名字上让了步 说明他的心还是向着刘家的 自然也就要帮他一把 陈文忠知道以后有点意外 并且还有点感动 然而就在办理购房手续的那天 王敏秦突然提出来要跟陈文忠夫妇一起去 陈文忠当时就敏感的感觉到 他这是别有用意 果然就在签订购房合同的现场 岳母坚持要把自己的名字写成房屋的产权人 陈文忠气愤难当 他觉得自己拿出了一半的首付款 将来的岳公也要靠自己交 产权人应该就是自己 他就坚决的拒绝了岳母的无理要求 两个人在售楼现场激烈的就吵了起来 最后王敏秦提出让刘诗玲成为房屋的产权人 陈文忠就想 自己和刘诗玲是夫妻 这套房子是婚后两个人的共同财产 岳母将来也无权控制 这才勉强的同意下来 因为交房的时间远在一年之后 陈文忠感到在岳母家 还有那么漫长的日子要熬 有一天 刘诗玲让陈文忠给儿子洗澡 漫不经心的他把儿子脱光以后 直接就放在了装满冷水的浴盆里 然后才把热水倒进去 孩子娇嫩的肌肤马上就红肿了起来 一下子就哭汗起来 刘诗玲见状连忙的抢出孩子 责怪道你怎么回事 自己的儿子都不知道心疼 陈文忠冷冷的回答道 我姓陈他姓刘 怎么会是我的儿子 除非他姓陈 我才认这个儿子 刘诗玲被气的说不出话来 抱着儿子转身就进了父母的房间 过了一会儿 汪敏心冲出来大声的喊道 什么 你居然连自己的孩子都不认了 你也不看看你自己是什么个德性 一个农村来的乡巴佬 这身为外企白领的陈文忠 最不愿意听到的 那就是别人说他是乡巴佬 更何况他岳母一家人 也不什么正儿八经的北京人 当时他脑门子一冲血 和岳母就争吵起来 到了最后 王敏心竟然狠狠的给了陈文忠一个大巴掌 陈文忠呢 也就动手推了岳母一下 这下可不得了了 王敏心一屁股坐在沙发上 开始失声的抽气 一直以来 对他们的争吵 一向是不理不睬的岳父 刘芳勇 看到自己喇叭吃了亏 连忙就劈头盖脸的 对着陈文忠一阵乱打 这时候从屋里出来的刘诗玲 非但不劝架 还木然的站在一边 看着母亲又抓起拖把 追打着丈夫 陈文忠一时躲闪不及 额头就被岳母给打破了 这鲜血一下子就流了出来 他见妻子不帮忙自己 伤心的陈文忠捂着头 自己打车去医院爆炸 这时候刘诗玲才跟着过来 要陪丈夫一块去 但是陈文忠伤心的说 你妈打我的时候你不管 你现在还管什么 这刘诗玲一听 扭声就又回了家 这一次的深夜打骂 让陈文忠是彻底的伤透了心 陈文忠心里难受啊 也很矛盾 他想跟刘诗玲分手 但是看在孩子的份上 又下不了这个狠心 陈文忠在老乡家 住了三个晚上 才被妻子叫了回来 陈文忠回到家以后 当着岳父母的面 对刘诗玲提出了两项选择 要么离婚 要么分家搬出去住 最后刘诗玲答应陈文忠 先搬到刚刚拿到钥匙的 新房子里住 而刘诗玲暂时和父母住在一起 主要是为了让父母照顾孩子 那天晚上 心情极度阴郁的陈文忠喝了不少的酒 吃完饭 岳母执意要抱着孩子回自己的家 陈文忠的夫妇就带着母亲回到了新房子 借着酒劲 她越想着越觉得窝火 她就跟妻子大吵了一顿 然后呼呼的睡着了 而陈文忠的母亲 看到自己刚刚来北京 就惹得儿子儿媳吵了架 自责不已的她 就默默的离开了儿子的家 第二天早晨 陈文忠醒来以后不见了自己的母亲 她就猜想 伤心的母亲这时候 可能是会坐火车回老家去了 幸运的是 她终于在火车发车之前 找到了正要排队上车的母亲 这时候陈文忠才知道 可怜的母亲在寂寥的深夜 步行的大半个晚上 才一路问着 从北五环走到北京站 陈文忠当时就站在后车室里 无言的流着泪 母亲心疼的看着自己的儿子 也是泪流满面 经过诊断 来北京看病的陈文忠的母亲 患的是子宫癌 医院决定马上进行手术 但是需要交三万元的押金 此时的陈文忠 因为刚刚装修完房子 手头也没有多少钱 他只好是找妻子商议 这好说好歹 妻子最后拿出了一万元 无奈之下 陈文忠只好找同事 又借了两万元 才为母亲做了手术 母亲出院之后 陈文忠本想让他在北京 多住些日子 但是母亲看到 陈文忠家中的处境 含泪回来老家 这件事更加深了 陈文忠对岳母一家人的怨恨 长期积累起来的郁闷 使他的脾气也渐渐的暴躁起来 出于报复心理 他就把怨气转嫁到刘诗玲身上 稍有不顺就对他恶语相向 拳脚相架 而刘诗玲一哭 王敏秦马上就知道 便又找上门来吵闹一番 一家人的关系是越来越紧张 此时的王敏秦 动了让女儿离婚的心思 特别是他在2005年的年底 偶然的遇上了王鲁之后 这个念头就更加的剧烈 那天 当时开着宝马车的王鲁 突然停在了王敏秦面前的时候 王敏秦一下子就惊呆了 这攀谈之后 王敏秦才知道 王鲁在刘诗玲结婚之后 很快的也结婚了 但是没过三年又离婚了 经过几年的打拼 王鲁已经是开着宝马车 郊外有别墅的大款老总了 更难得的是 王鲁对刘诗玲依然是念念不忘 他就主动的提出 可以给他安排一个更好的工作 并且把自己的名片交给了王敏秦 让他转交给刘诗玲 王敏秦暗自感慨 后悔自己当年真是没有远见 棒打了鸳鸯 当天下午 王敏秦就把王鲁的名片 拿给了刘诗玲 在王敏秦的再三催促下 刘诗玲和王鲁取得了联系 刘诗玲没有想到 王鲁依然是对自己一往情深 不但请他到一些豪华酒店吃饭 还真的给自己 在他公司安排了一个不错的职位 此后两个人就开始了 平凡的来往 2006年7月25日 刘诗玲正在家里整理电脑的照片 他呆呆的望着照片上的王鲁出神 不料被刚进家门的陈文忠给发现了 陈文忠看到照片上的妻子 被一个男人紧紧的搂着 便不停的逼问照片上的这个人是谁 刘诗玲当然是不敢说出来 陈文忠当时气得甩手就给了妻子一个大巴掌 当天晚上刘诗玲就带着儿子回了娘家 王敏秦一听 这女儿又受了气 就怂恿女儿 主动的向陈文忠提出离婚 2006年的8月2日 刘诗玲向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离婚 心灰意冷的陈文忠也同意了 2006年8月6日 陈文忠到岳母家找妻子回家商议财产分配的问题 但是刘诗玲和王敏秦毫不犹豫的拒绝了 8月7日 陈文忠再次的到岳母家 并请妻子回家商议 依然是遭到拒绝 2006年的8月8日 晚上8点 陈文忠还特意选择了一个非常吉利的时间 决定和岳母妻子摊牌 如果岳母和妻子答应她的要求 什么都好说 如果岳母不答应 她就决心跟岳母和妻子同归于尽 早晨出门的时候 陈文忠在腰间里就憋上了一把蒙古刀 又从厨房里拿了菜刀憋在了腰上 再次的来到了岳母家 此时恰好岳父带着孩子出去玩了 家里就只剩下岳母和妻子在 陈文忠开门见山的对刘时玲说 你把产权正上的名字改成我的名字 我马上跟你离婚 刘时玲当然是不肯答应 这时候王敏秦就指着陈文忠的鼻子说 想让房屋的产权落到你手里 你别做梦了 你赶紧从我这里滚出去 陈文忠挥舞着拳头 逼着刘时玲回家改名字 他用仅存的一丝耐心 最后逼问妻子 现在你说吧 是站在我这一边跟我回家 还是听你妈的 刘时玲回答的那非常干脆 我听我妈的 这王敏秦一听也火了 朝着陈文忠吼了起来 陈文忠 我们哪里对你不好了 你这个乡班老 简直是狼心狗肺 这一再隐忍 一再退让的陈文忠 感觉自己已经陷入了穷途陌路 那些不堪回首的辛酸往事 一幕幕的就翻卷起来 娶了个北京老婆 非但没有带来快乐和荣耀 反倒是把自己弄得是遍体鳞伤 如果再忍下去 自己那还算个男人吗 气急败坏的他 左手一把就拎住了刘时玲的脖子 右手从腰里抽出了那把蒙古刀 架在了他的脖子 鲜血一下子就从刘时玲的脖子上涌了出来 见此情景 王敏秦吓得大声呼喊起来 杀人了快来救人了 听到岳母的喊叫 陈文忠松开了妻子直奔王敏秦而去 一刀扎进了还没逃出客厅的王敏秦的胸部 接着他又操起菜刀 一顿门卡 刀锋就像雨点一样落在了岳母的头上 胸上脸上 就这样 年仅54岁的王敏秦 软软的倒在了血泊之中 接着陈文忠回身 抽出了菜刀 朝着妻子的身上 又砍了过去 看到岳母已经是没有了气息 妻子呢 也已经是奄奄一息 陈文忠似乎动了侧眼之心 在砍了妻子几十刀之后 疯狂的陈文忠终于住了手 转身离开岳母家 到附近的派出所自首 等到警方赶来的时候 王敏秦因被刺砍 颈部及头部 以致失血性休克 合并颅脑损伤而死亡 而刘诗玲则是身受重伤 当即被送往医院抢救 案发以后 在警方调查的过程当中 依然沉浸在悲痛中的岳父刘芳勇 听闻陈文忠这三个字 就气得是浑身发抖 他悲哀的语气中 压抑不住愤怒 陈文忠 你这个不讲良心的臭小子 你在我家吃住了三年 家里什么事都没让他干 连孩子都是我可怜的老伴 一把屎一把尿给带大的 他脾气暴躁 心眼特别小 平时就没对我们说过什么好话 退一万步讲 就算咱家人 有再对不起他的地方 他至于要了我们的命吗 2007年3月20日 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开庭审理了此案 在庭审的现场 当陈文忠远远的看到旁听席上苍老憔悴的母亲和三个姐姐的时候 强装镇定的脸上一阵猛烈的臭动 法庭在当庭就做出了判决 被告人陈文忠不能正确的处理婚姻家庭矛盾 故意非法剥夺他人性命 致一人死亡一人重伤 其行为已经构成了故意杀人罪 鉴于被告人陈文忠主动的投案后 能够如实的供述主要犯罪事实 有自首的情节 而且本案系家庭婚姻矛盾引发 对其以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 缓期两年之刑 令人感慨的是 在主审法官宣读完判决之后 陈文忠承认自己被判处死缓 那是罪有应得 但是面对岳母家人仇视的目光 他依然拒绝对杀死岳母王敏秦的行为进行忏悔 退让隐忍要有度 压抑的屋檐下 日复一日 因了无谓的退让 而懵动的仇恨的种子 悉数就飞进了陈文忠这个 IT白领间潘多拉的磨合 他在求游 等待日益蓬勃的恶念来开启焚烧 参与干涉 这要有度 婚姻从来都是专有的属地 怎看忍受这位爱女心切的岳母大人 一次次无度的参与 到最后 这场原本是男欢女爱的惊婚 败了味道 改变了他正常的走向 身为女儿 作为妻子 刘诗玲本该是扮演这种失衡的婚姻状态中 平衡者的角色 可是他一次次任由事态迅速的滑向了丈夫的对立面 这让丈夫失去了自尊 最终才丧失了心智 纵然如此 即便是所有的苦都不堪承受 这位手染鲜血的IT白领依然没有明白 对于所受的伤害 宽恕比复仇更加高尚 淡然处置重新开始 另一段人生比学耻更有气派 在荆棘中怒放的宽恕之话 总能赐予我们再度去爱的机会 好了 感谢您今天收听老翁讲答案 同时也感谢法治作家丁一鹤老师 对案件解密的原文提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